曾經過這個橋 川名神石 過了這個橋 好快 海外游泳汽口 甚至太多人可以介绍 因為其實尊名神社是一個神等佛的佳拜的地方 因為原本是一個神社 但到了江湖的時代 因為一些政治的問題 就被上野的孫女主幫忙托管了 當時就擺了很多佛像 所以這個神社裡面會找到一些神社和佛的擺設 或者是一些歷史的墨品香雪 就和一般的神社不同 它會有七幅神 大張雪 這條橋我們過了這條橋 就可以潔淨我們的心 走進去的三大樓 下面呢 就是津蒙村 津蒙村 元老的那些 樹都很茂盛 很綠 加上榮菇珠色的油的樹 那個框柱是否很好呢 1,131 這裡整個景點 大概有1,000栩的柴樹 1,000栩柴樹 約1,200-400栋 是約100-400栋 我們慢慢走上去 這個大樓 大樓的部分都很舒服 很大自然,很美的 尊明山神社,除了是一個很重要的神社 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風景區 裡面有湖、野村、樹、巨石的棋 我們看到這裡叫做安掛蠟 安掛蠟其實我們看過去的時候 上面這裡本身是一個洞穴來的 但是因為它倒塌了,所以它剩下一點洞穴的口 我看到很多青苔很美 下面就是瓶眉豬牛 我們要看看那些樹 感覺一下它會大自然的能量 慢慢一下上去 呼吸 在一個大自然的苦苦的地方 有一些禁忌的樹 一定要感覺一下它的能量 跟它說Hello 跟它說你很美 呼吸它,感覺它的心跳 在靜心跳 你靜心的時候 其實會感覺到它是瀑瀑瀑瀑的跳 謝謝多姐 很舒服喔 上面有一個鳥居 今天其實就是陰天的 哇 雙烈樹 都要感覺一下 遠距離我們看到七福神的第二個神 就是布袋和尚 大肚腩 摸一下肚腩 就可以有 朝來的幸福 家庭美滿 和尚的肚腩 都掉了色 因為很多人 都要摸它 添上福氣 我又摸一下它 哇 添福添仇 肥豬 笑得多開心 多謝多謝 嘩 上面那裡有些花 好了 我們差不多見到第三個福禄獸了 我們一會兒這裡是神水開運籤 浸的地方 一會兒上面有一部位可以抽籤 籤是沒有文字的 抽完的時候就會來到神水浸一浸 那些字就會出來的了 我們就會知道之前說什麼 看到福禄獸 福禄獸是保護我們長手 健康 幸福 這個神社裡面會有七個七伏神 都會在這裡看守著的 我們遠遠會看到這個三寶塔 三寶塔在神社裡面是比較少見的 因為這個是佛教的建築物來的 因為這個神社 它是經歷過這些歷史的演變 從神社去到佛子去管理 再在這個江湖時代 清清楚楚地分開了 神和佛的分別 所以現在這個三寶店 改了什麼叫神樂店 就比較少見的 這個神社是沒有的 好了 我們又看到第四波 就是衛比獸 衛比衰 衛比斯 就是掌管這個海上安全 和收穫 豐收的魚鯉 神 大家最開心 嘿嘿嘿 神社是和岩石 是醫岩石而建的一個神社 我們差不多去到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在橋那裡 稍後介紹 這裡呢 看到這個岩嗎 這個岩呢 這個裡面呢 這個裡面 是很有名的護照 是很多修煉者 在裡面那裡修煉的 就是禪修、打坐 這個是很有名的 power sport 來的 我要感受一下靈氣 先 你看這裡 一個洞裡面 在這個裡面 全部進去修煉 power sport 來的 然後呢 我們就看到第二個神 就是 辯財天 是掌管的智慧 就是你供奉它 就會幫你增加的智慧 這是另一個有名的地方 這個就是瓶子瀑布 不過看瓶子瀑布之前 我們看一下這邊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 這裡 這個是叫做萬年泉 萬年泉呢 就相傳呢 不是相傳呢 到現在都一樣 那麼這個地方呢 就由山那裡 湧了很多由山的水 是年年 年、年、日、日、日 不斷都是有新鮮水 去湧出來的 所以這裡叫做萬年泉 那如果古時的時候呢 沒有雨 農民或市民就會上來這裡 去拿水回去自己的家 順便去求雨 這個是求雨的 這個萬年村 這是瓶子瀑布 為什麼要瓶子呢 因為它的形狀就像日本神壇上公共的時候 旁邊有瓶子裝水 它的形狀就像瓶子一樣 所以就叫瓶子了 平時有一點沒有水落 它的溪下來的時候就像一條白蛇 同時間那個白蛇飛在天 白蛇在日本來說是一個好象徵 是一個才能的象徵 這裡的水 就叫瓶子瀑布 這裡我們要洗手 要潔淨的水 這裡這個水 和瓶子瀑布和萬年村的水 都同樣是靈水 你的聖水 聖水 每天都是新鮮出來的 我們要熱淨的水 我們要熱淨的口 和手 我們那個洗手水 水柱和瓶子瀑布的斜 對面有一個叫齒立燦 也是一個國家保護的 大概有400年以上 當時武田信宏來這裡打仗的時候 曾經祈求聖功而在這裡參拜 來到這裡你就感覺到大自然的生地 大戰的威力 看看全部其實 好厲害 360度影給大家看 那些鹽 還有參樹 看到嗎? 很厲害 到上面我們會經過的門 叫做雙龍門 雙龍門 雙龍門兩邊都有一些濃的挑黑在這裡 現在因為它在裝修中 它去維修保護 所以有些位置是封了 去到2029年應該是會全部整好 雙龍門上面的挑黑全部都是夢 來的 是不是很漂亮 去找雙龍門 去找玻璃封住了 去保存一下 因為它在再維修的時候 全部都還沒正式開 所以就先封住它 去看它 全部都是棋牙 其實這裡是神社 但因為它真的要維修 如果不維修就會很危險 這個神社是很值得來的 現在還在維修中 但是在維修期間 它也有一個位置 讓你可以去參拜一下 去請安安 大概整完 預梳是這樣的 這樣 然後呢 本身呢 就是有分三個墊 這邊呢 就叫做 敗墊 中間就是 閉墊 後面呢 黏著石膏 就叫做 本石 但是現在是在裝修 裝修 好 我很期待 他們做好的時候 我們過來看 本石呢 就真的黏著岩石 我們呢 是看不到 我現在去美裝修完 但是呢 這個 魚枝岩 都是這裡的代表 景點 來的 或者是一個代表的神成物 後面 就是這個魚枝岩 魚枝岩 就是黏著本石 就是這三塊東西之中的 後面這塊東西 就會黏著這個岩石 而上面呢 你記不記得 魚枝石上面 有個洞 那裏呢 那裏呢 擺了一個叫做大幣 大幣 就是什麼呢 就是神社作法的法器 來的 那當時他們都說 不知道那些人 怎樣可以擺 寫的四圍的風景 都很美 而實際神社的面積 裡面 反而就不太大 你是要看它的奇觀 那麼 那麼 日本都做得很好 雖然不太大 那些地方都會 走走 走左右都會分得很清 很安全 對 二禮 兩把手 一禮 那你帶了哥哥弟弟來的 哥哥弟弟我們 你吃呢 哥哥弟弟也有禮 你吃吧 你吃吧 他講聲 Hello 嗯 我們拿一支籤 然後我們一會兒去那個 神水開雲那裏 看看它說什麼 甚至是沒有字的 一會兒我們去神水的時候 就看看 浸一浸就知道它寫什麼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一瞬間就看到支籤了 我們讀一下 有什麼 哈哈 我們現在在讀 小姐 我們現在在讀 我們現在在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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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